电动车龙头特斯拉进军中国 之前不断传出产能和销售节节攀升 不过好日子似乎结束的特别快 特斯拉上海厂传出月底要暂时停工 上海厂停工将造成Model Y 在12月的产量比11月减少30% 而特斯拉近来频频宣布召回的动作 也引发各界关注 今年11月底已经宣布召回8万1000辆 12月1号起又要召回43万5000辆 而且是特斯拉在中国的第六度召回 共计已经召回超过79万辆车 特斯拉减产主要是因应中国车市需求降温 加上中国各种品牌的电动车群雄争霸 让特斯拉不得不解决库存压力 特斯拉今年股价更是被几度写洗 至今股价腰斩幅度超过五成 也让做空特斯拉的空头大军全部赚翻 今年特斯拉空头部位累计多达196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6000亿 获利115亿美金超过3500亿台币 报酬率将近六成 号称世界首富的马斯克 在推特收购案拖累特斯拉股价后 如今又面临其他电动车厂激烈竞争 还有中国市场降温诸多挑战 特斯拉股价能否稳住脚步 还有待观察 新新闻林梅杰蔡重满报道 新闻林梅杰蔡重满报道